在醫護人員的摻扶下 石保祥的妻子走進聯後 確認丈夫遺體 悲痛興起 難以平復 屏東工廠二十二號 傍晚發生爆炸意外 更有消防員不幸殉職 石保祥就是其中一位 石保祥的岳母難言悲痛 與女兒結婚八年 一家人感情很好 如今卻遭逢意外 天人永隔 擔心年幼的孩子無法接受 家屬遲遲還無法告訴他們 爸爸已經不會回來了 貧兒分隊的石保祥 工作表現優異 屏東消防就曾在臉書分享 石保祥擔任教官 訓練同仁使用軍刀具 除此之外也曾經福島一宵 進行水域救援 更一度登上消防局榮譽榜 不料這次卻在任務中 遭逢意外 英勇殉職 消防員張亞軍也表示 與殉職的石保祥 終極員是錦鑽二十三起同學 石保祥不僅是山難搜救高手 更是對上的開心果 在死亡名單看到同學名字 也讓他相當痛心 石保祥的臉書也湧入不少留言 告訴石保祥任務已經結束 希望他一路好走 三立新聞綜合報導